字幕志愿者 李錦雄 逢星期一至五 為你識世情 論人生 日本311核災難發生了四年 適逢德國總理默克爾日前訪日 是掀起了日本人一種歷史的尋思 可惜這個非常之有個性 非常之特色的民族 在個份自我和自信底下 是不斷去逃避問題 不敢正視本身的恐懼 以致是孤獨 更加不敢去碰到一些官員的錯誤 以及失職 四年外左立 衝不探是深沉的記憶 每筆酒是淡淡的哀愁 其實外人是很難幫上網 因為日本人是拒絕外界的幫忙 日本諾貝爾文學長得主 大剛健三郎 日前對外國傳媒去輪到德國總理訪日的一番言論 他說 自己做決定的德國和不是自己做決定的日本實在是強烈對比 什麼叫做不敢只做決定呢 就是日本人選擇停止思考 其實看回很多的數字 確實是令我們感慨很大很大的落差 其實當日本發生三一災難的時候 全世界都很關心這個國家 實際上 日本過去都曾經幫助不少有災難的國家 在災陣一年之內 日本紅十字會收到捐款達到三千億日元 不過 在過一年 捐款卻縮得只有剩下是區區的二十九億日元 不及得原來的百分之一 而政府推出一個十年的重建計劃 就以為萬事大吉 但實際上 現在仍有大概二十三萬的日本人 是痛失家園 仍然是寄居在不同的地方 其實家園盡位 並且有核輻射洩漏的危機 很多地方已經不可以居住 而樓下的爛灘子 那些核廢物 那些的雅力當中 潛藏著多少危機 是沒有人敢去鬥 更加恐怖是 福島核電廠 如今仍然是大幅去洩漏 這個含有輻射的水 想下 水不斷地流入太平洋 對日本近岸的漁業 甚至整個環球的生態 影響多大 大家都不敢去碰 大家都不敢去鬥 其實日本儘管科技很進步 很自信 但很明顯 政府已經沒有能力去應對這次的大災難 四年過去了 日本政壇已經是麥非人士 幾年前 是因為救災不力 再加上種種原因 而下台的民主黨 現在成為了在野一個弱黨 但是 自民黨再次上台執政 安倍晋深 儘管是很有雄心大志 甚至射出幾支經濟的箭 已經是明顯 令日本經濟有所反彈 但是 可能是 心太紅了 姿太大了 泰國希望能夠重振日本昔日的洪峰 但他忽落了 本身 本身的一些 核災難事件帶來的後遺症 並沒有正視到 儘管是四周年的紀念日 看見首相好 日王抗禮好 然是深深的鞠躬 深深的祝福 但是 這些官仰文章 並不能夠 對整個事情 帶來一些真正改變的力量 靜客的高然大志 豪情壯語 已經不受用了 其實 今日 日本所面對的光景 面對的恐懼 可能過去從未有過 日本儘管多年來 是在天然災難的邊緣當中不斷地生活 有一套的生死觀 有一套的應變觀 但是 今次的核災難所帶來的恐懼 所帶來的種種的創傷 到目前為止 是完全未認真去處理過 未認真是能夠真正帶給人民 有希望 有盼望 有信心 我們常說 平安平安 平安 似乎成為一種逃避的言辭 我們只能夠用一些很虛幻的祝福 去帶給對方平安 但真正的平安 豈是一種逃避呢 真正的平安 是真正面對問題 去處理問題 當然 基徒更加相信 我們與神同工 才能帶來真正的平安 多謝你 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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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